尤其许多的切切大佬都纷纷出面喊话 我们首先来观察的这一位最近备受关注的 他就是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 在画面当中他有特别提到他是支持九二共识的 他尤其是质疑到蔡英文所提出的台湾共识 其实他认为是等于台湾独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用词相当的精准 他是说那个候选人不是反对九二共识 而说根本就没有九二共识 那么他忍了很久之后决定要出面来说清楚讲明白了 这一番话也让外界解读为他其实是在停马英九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在过去十二年来 知情人士都发现到其实他的政治立场是犹虑转蓝的 怎么说呢我们也为您整理出来 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在两千年的时候 当时李登辉的戒级诱人还有两国论呢 其实让两岸关系降到冰点 那么这对于张荣发向来主张开放两岸直航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来看看在2004年的时候 陈水扁参选总统 那么当时张荣发他还是有加入所谓的国政顾问团 表达他力挺支持的态度 可是呢也随着陈水扁呢当选之后 那么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 两岸始终呢都没有直航成功 也因此让张荣发和他的关系 那么慢慢的渐行渐远 似乎也没有再继续联系下去了 而直到我们看到2008年的时候 马总统哦 马英九呢当选总统 那么在半年之内也兑现了所谓的两岸大三通的这个承诺 那么也同样的让亏损多年的长荣航空 在这两年来出现了盈余 那么因此呢也被外界解读为说 在这段时间当中是不是哦 他其实已经开始呢表态了要力挺呢 马英九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那么当然呢这民进党方面也立刻也做出了回应 他们认为说许多的这个企业大佬在这个时候呢 积极的力挺马英九 其实也可能是适得其反 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公开表态挺久的共识 为大选投下震撼旦 他2000年停扁2008年停马 这次几乎没有九二共识经济将很凄惨 近来包括张荣发 银眼梁 颜凯泰 王文渊等重量级企业家 都表态两岸必须和平发展 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顺利 关键就是必须在现有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扩大两岸良心的交流 大家看这个经济 这个经济不是台湾一个经济 这是全世界的经济 亲业界不止个人发声 还得承担养活集团责任 长荣台湾员工超过5000人 润态集团员工数破万 还有台宿 玉荣与鸿海 老板们担心缺乏九二共识 两岸经贸停滞 后果难料 陈水扁上台没多久的时候 那时候的股市大概一万多点 然后就是因为它停建核式 一路跌到3000多点 2000年陈水扁上台 两岸紧张 股市从上万点狂泄到跌破5000点 市值蒸发6兆 当时出口到大陆 最少336亿 最多103亿 ECFA上路后 光去年1到11月 出口大陆就达1145亿 种种数据让企业界担心 九二共识没了 经济前景很堪虑 台湾共识不等于台独 我们认为这种选边站 或者是被要求强迫表态的这种做法 恐怕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不可能再选前改口 只是九二共识 来势汹汹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成为迈向总统府路上的大石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